小货车左转弯突然停了下来 一名富人倒在路中央头破血流 换个角度看 案发前一刻 富人穿越马路 明明是绿灯还走在斑马线 这名驾驶却似乎完全没看到 方向盘往左一转 行人消失在画面倒在地上 状况就发生在这个路口 可以看到到了傍晚 车流量是越来越大 富人当时穿越斑马线 没想到途中发生意外 3号晚间6点多下班尖峰时间 新北市这个路口发生死亡车祸 58岁小户车驾驶公车 没有注意到斑马线上 这名85岁富人 甚至没有感觉到撞到对方 事后被衣卫衣里让行人开单 更被依照过失致死送办 此者家属在脸书社团 po网斜寻行车记录影像 指控肇事司机说 奶奶是看到货车下到自己跌倒 跌倒重伤才往生 但验尸结果奶奶左肋骨断裂 家人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想让货车司机没有借口脱罪 如果行穿线上有行人通过的话 那请至少离我们的行人 要有三公尺的距离 比较直观的就是说 三公三个整目纹的距离 这样才会防止事故发生 那也保障我们行人的交通安全 根据统计 新北市今年1月到5月份 65岁以上长辈发生事故 死亡率高的前三名 是其普通重机 走路和脚踏车 其中为离让行人是肇事关键 警方这半年就取缔了5000多件违规 提醒驾驶经过斑马线 放慢速度多看一眼 短短几秒的离让 或许也能减少事故发生 TVVision王花令 李杰新北市场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